经济部16日在台北举行记者会宣布绿能屋顶全民参与方案内容 在太阳光电部分,地面型应完成17GW屋顶型3GW的装置容量 希望提前在2020年达标图为经济部楼顶太阳能板中央社 分享政府积极推动再生能源国产署修正相关要点 国有的出租农业用地成租人可于农作设施 畜牧或养殖设施的屋顶附属设置太阳能板等绿能设施 促进农店共生并提升智慧型农业科技多元运用 财政部国有财产署副署长编子述今天表示 为配合农委会今年6月底修正的申请农业用地做农业设施容许使用审查办法 国产署修正国有出租农业用地同意新建农业设施审查 作业要点让国有的农业用地成租人自11月9日起 可在不违反农地农用的前提下 在农作、畜牧与养殖设施 例如温室、农具机室等的屋顶设置率能设施 编子数表示根据统计 目前国有农业用地的成租户约有7万多户 为避免假农业、申种店必病、作业要点 仅开放农业设施上方的屋顶可以架设绿能设备 协议规定只有面积在零 一公顷以上的农地才可申请装设温室、农机具室、冷冻室、畜舍等农业设施 因此并不是每户都符合申请资格 国产署表示 有意申请的国有农 地成租户 需先取得农业主管机关同意兴建农作 续牧或养殖设施的容许使用核准文件 并将核准文件 含完工照片送出租机关备查后 减负率能设施图说及申请书 向出租机关申请合法农业设施 往事除外 屋顶附属设置绿能设施的土地 同意使用证明书 才能向农业主管机关取得绿能设施容许使用 国产署强调 新作业要点虽放宽 国有出租农地可装设屋顶是绿能设备 但农业用地还是要作为农用 若农业设施有作为自助等与农用无关的行为 必防农业之人会定期查核取地 提醒陈租货留意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